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全新的R23Pi套件 R23 Max 的開箱視頻 眼前就會看到套件的包裝 因為套件的內容都比較多 所以這次的包裝會比較大一點 打開箱就會看到裡面 會有一份簡單的說明 還有一個Bomb 中間會有兩份Component 左邊最主要是跟電子相關 右邊最主要是跟機械結構相關 所以分開了兩份包裝 之後會有一個Power Transformer 然後一些濾板 結構性的濾板 側板 還有前後板 然後會看到一個7吋的QLED的顯示器 然後把電子相關在發售的包裝內就沒有 因為整個套件已經很重了 運輸成本非常之高 所以在我的角度 會盡量減少包裝內不需要的物品 減少運輸成本 OK 我們就事不宜遲開始介紹如何組裝這部機 在組裝之前 大家需要 有足夠的工具 第一就是有一個 保護的箭 第二就是可能要鎖出的工具 譬如鉗 夾線鏡頭 辣雞 等等 我們第一步 會先安裝底板 先把其他材料放進去 把其他材料放進去 然後把底板放進去 這個底板和面板都黏在一起 有個洞的位置就是底板 所以先把其他材料放進去 面板是最後才用的 所以先把其他材料放進去 這次的底板會是極氧化的 再加上磨砂的設計 我會建議先安裝 Power Transformer 找到Power Transformer 40VA的Power Transformer 40VA的Power Transformer 如果大家留意 其實在這個 新項鍵內 我會有一個建議的長度 對 我們可以安裝再看 我們再找一個 機械包裝 然後再找回 Power Power 就是最後一部分 大家要留意 這個就是一個 要這樣安裝的 這個正面 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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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固定也寫薄絲 這個機箱除了可以安裝40VA的Power Transformer之外 亦可以安裝80VA的Power Transformer 最後我們就把螺絲筆上緊 然後再加一塊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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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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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S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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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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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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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